和潛艇武漢沉默爆出中共海军最大弱点 中共政治局罕见会议习近平承认经济出问题 美国众议院通过新法案制裁中共最高层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上海市政府9月25日宣布投入财政资金5亿元人民币 28日起对餐饮 住宿 电影体育四个领域发放服务消费券 以提振服务业的景气 但是消费券不是普遍的发放 而是采取满额折抵 先到先得的方式领取 除了电影消费券是每张电影票可抵用20元或30元 其他的都设有不同档次的满额减免门槛 如满300减50 满500减10等 犹如百货公司周年庆的优惠 美国之音报道说 上海市民对此都不看好 认为不可能刺激消费 还有人批评市政府说 淘宝用多了 开始照进现实了 太搞笑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 大陆微博上也涌现质疑的声浪 有上海网友批评说 不舍得就不要发 又想刺激老百姓消费又不舍得放水 也有网友问为何不发现金 还有网友质疑为什么每次发放都遮遮掩掩 告诉你补贴 又不告诉你在哪里 美国几位联邦参议员日前联合推出了一项法案 希望终止美国与中国的所有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法案由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 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乔什·霍利是共同提案人 法案希望在五年内分阶段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其中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中药商品提高关税百分之百 对非战略性的商品至少提高关税百分之三十五 法案还希望取消小额包裹的关税豁免 这是遭到中国电商 毒品贩运者滥用的重要贸易漏洞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过去称为衰惠国待遇 美国2000年给予中国这个待遇 被隔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路 法案指出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美国失去了数万家工厂 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 和数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 目前美国长期蒙受超过10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逆差 这主要是中共的掠夺性贸易行为造成的 卢比奥说 让中共享有我们给予最伟大盟友的同样贸易利益 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做出的最灾难性的决定之一 柯顿表示 全面废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和改革美中贸易关系 将保护美国工人 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 并且结束中共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力 美国媒体9月26日报道说 中共最新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于今年春季在武汉水域沉没 至今官方都在极力掩盖潜艇沉没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9月26日报道说 中共最新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今年春季在武汉附近一家造船厂沉没 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底或6月初 但中共当局极力掩盖此事件 报道称 这艘潜艇是中共新型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 其船尾是独特的X型 该潜艇由国有企业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建造 5月底在长江上的一个码头上被外界发现 当时它正在进行出海前的最后装备 这是因为中共它这个潜艇在5月间 6月间7月间陆续在社群网站 就是暴露这照片 当时美国国防部还没有证实 应该是有掌握一些情报 那第二个这艘潜艇的确是中共新型号的 它是从传统的潜艇改装动力系统 从裁电改成核电 算是一个实验型的潜艇 据沉船地点的卫星照片显示 6月初大型服饰起重机 在相关水域将潜艇从河床中打捞出来 中共海军还是有结构上的弱点 毕竟它就是好像后发先制冲得太急 所以从航舰到水下潜舰 这两个指标性的船种 就是它不断地在想要超音赶美 那么在技术上可能就会留下一些 就是没有发现的漏洞 这东西有时候就是上百年 科技的累积是快不起来的 所以如果一昧的求快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潜在的隐忧了 五角大楼发言人随后证实 中共新型首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于5月至6月间在码头附近沉没 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艘中共潜艇沉没 也不确定当时的实际伤亡人数 而核潜艇沉没同时 也产生一系列安全隐患 外界担忧这艘潜艇是否携带核燃料 或是有燃料泄漏的风险 针对此事引起的各种猜测 无论是中共军方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承认 根据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 中共发展新型攻击潜艇等军事装备的目的 是为了对抗美国及其伙伴在冲突期间向台湾提供援助 我们看到中共它的传统的潜艇有46艘 但是核动力潜艇比较少 那美国的所有潜艇都是核动力的 那中国如果要建造跟美国一样的核动力潜艇 也许要10年或者15年 所以这方面可能差距是这么多 那另外它的整个航母作战的准则 或者是官兵的训练等等 我想也落差美国非常多 我的预判也是大概10到15年 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指出 中共核潜艇沉默的事件 引发人们对中共军方内部问责制 和对中共国防工业监督的更深质疑 经济持续恶化 中共当局连番出手救市 中共中央政治局罕见的 在9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之下 承认经济出现新情况和问题 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金融办 中共证监会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宣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计划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 来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 有评论认为首次在9月召开 关于经济的政治局会议 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方了 继中共央行日前准备降息降准后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罕见的在9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下承认经济出现新情况和问题 要强力出手降息派遣救市 更首次表明房市需止跌回稳 会议要求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确保必要的财政支出 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也就是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 保运转 这也显示之前的政策效果不如预期 学者表示 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 习近平对经济看法有比较大的转变 过去对房地产它坚持什么房住不炒 就是有对房地产有过分的偏见 到现在对地方财政的安全 跟全中国的金融系统的稳定 突然发现它是一个重要作用 它现在来说可能是想再次利用房地产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重新的资产泡沫 来把国内的债务问题就化解成老百姓来共同分担 说明未来的话 有可能就是出台一些更加激进的一些就职措施 会议纪要指出 中国将努力实现年度经济目标 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所讨论的新问题是什么 不过外界大概能猜出一二 第一个就是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 地方债务跟中央债务繁重 第二个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第三个经济增长乏力 第四个是民营经济现在是基本上是比较会败 那第五的话就是国内的消费市场 内需市场还有房地产市场的整体非常不景气 第六个就是年轻人跟中老年人的一个失业率增加 内部消费不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出口减少等多重因素 换言之这个经济增速的放缓 其实就是所有他所谓的新的情况跟问题当中的最重要层面 那但是我们深入的话当然就是包含最主要的放缓 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也就是购房者信心不足房价下跌市场库存 会议后中共中央金融办 中共证监会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宣誓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路透社报道 中共财政部计划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主权债券 来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 这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 但没有说明资金来源 习近平来专门提到要干部勇于担责 要求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为担当者担当 为干事者撑腰 外界猜测这是否说明地方躺平严重 地方政府往往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 那这种观望态度 其实也是唐庭的另外一个面向 也就是中共的中央政策 落地的难度加大 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官员 缺乏动力跟积极性 那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央跟地方 在政策执行上的一种隐形的摩擦 那因此我们才看到习近平或者中共中央 希望透过号召所谓的勇于担舍 来打破这种僵局 那第二层面当然就是政策不稳定性 导致的畏惧 也导致的地方政府就是多做多做 少做少错的心态 中共当局将于10月中旬 公布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 关注中国经济的自媒体人财经真相 在X平台发贴文表示 首次在9月召开关于经济的政治局会议 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方了 美国中医院通过新法案制裁中共最高层 日前美国中医院通过新法案提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员 因为损害香港自治等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 受制裁者将被禁止买卖在美资产以及限制入境美国 9月25日 美国联邦众议院以243对174票 通过了制裁中国共产党暴政及压迫人事法案 法案提到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 应该为损害香港自治 加剧对台湾的侵略 助长压迫中国境内的个人或社会团体 及其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如果法案成为法律 美国将有制裁措施针对全体中共中央委员 和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以及他们的成年家属和配偶的成年家属 受制裁人士将被禁止买卖在美资产 及限制入境美国 习近平上台前就有消息称 美国政府统计中共不及以上官员的儿子 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 孙子辈由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以上 美国政府自2020年开始区分中共与中国 发布新移民政策指南 明确规定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美国 同时收紧对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的签证限制 中西方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以前中共的高官 他们的家属孩子都纷纷送到海外来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随着中西方关系的变化 到美国来到西方来读书 或者用各种方式出国经商的 中国高官的孩子已经在大量的减少 美国国会议员在2022年2月推出 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 锁定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 包括中共7名常委及其家属 分析认为这个法案起到了精准打击的作用 一旦实施相当于把中共核心团队 作为一个犯罪集团来对待 中共是一个很死硬很固执的集团 不会因为美国制裁就有所缩链 它只能更进一步的来跟美国对抗 但是它也没有真正实力去对抗 所以它只能叫嚣 美国当然也不会让步 美国也会更制裁的 在美中激烈竞争态势下 美国国会众议院从9月9日开始 表决了25项限制中共在经济 政治及科技领域影响力的法案 而阻止中共法案列明 受制裁人士一旦停止破坏民主 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总统可遵照一个可验证的程序 结束制裁 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 将送交参议院审议 参议院同意后 法案由总统签署正式生效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 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山东围坊聚天农牧公司爆雷 老板跑路 9月24号起 一些投资受害者到围坊市政府维权求助 但遭警方驱赶 有老人被抬走 四川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军训期间不幸身亡 学校逃避责任 拒绝赔付医药费 9月26号 家长到学校门口拉横幅抗议 江苏省沛县中学禁止高三学生参加运动会 引发学生不满 9月25号 高三学生爆发集体抗议 学生们聚集在教师办公室门前 高喊还我运动会 最终学校妥协 青岛维权律师张文鹏 因代理海南海运集团案 帮助当事人海冤 9月24号被三亚警方 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在他被刑事拘留前 海运集团案的辩护人张庆芳律师 也被通知即将吊销执照 维权网说 这显然是三亚警方利用公权力 对海运代理人的打击报复 在经历了雨伞运动 反送中运动 以及港版国安法之后 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 与此同时 每年有大批的大陆人士 通过不同方式移居香港 观察人士指出 这些新香港人 或许并不会在香港待太长久 据香港统计处 8月中旬公布的最新数据 从去年年中到今年年中 香港有1.38万人净移入人口 包括4.4万人持单程证来港 及3.02万人净移出 目前获发给单程证来港定居的 中国大陆移民配额每天是150人 实际上港府正通过一系列的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 非本地毕业生留港 回港就业安排等政策 大量输入大陆来港的新香港人 与此同时 香港本土的专业人才流失严重 香港理工大学前助理教授钟建华 对美国之音表示 土生土长的港人 占人口比例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过去几年香港跑掉了最少20万人 中共无法阻止香港人离开香港 于是促使港府加快吸纳大陆人 而早在几年前 中共正在实施摧毁香港的 留港不留人计划的消息 就已经广为流传 据媒体保守估计 香港主权移交50年后 香港每3到4个人当中 就将有一人是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 澳洲新南维尔斯大学 政治学博士林松表示 这些新香港人有不同的来源 当年我在内地念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我看见 为什么有些内地同事 这么快就到了香港 就是一些高干的子弟 他们是奉命到香港的 去做传媒 去做一些商业机构 而且他们做的是好像管理层的 那么很明显的 就是中共派这些人去接管香港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般的人 也申请去香港 就是一些地下阶层的人 也有申请去香港 林松表示 现在有一部分大陆移民 可能受国内信息蒙蔽 还以为今天的香港 仍然是一个自由之港 不过林松说 也有一部分新香港人 只是把香港当成跳板 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听共产党的话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接班人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 他们看见共产党那个高压统治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些人呢都想离开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希望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老家在江西的朱光明 多年前嫁到香港 经历了雨伞革命和反送中运动的他 清楚知道香港已经没有了自由 2021年他逃离了香港 朱光明表示 自己一些大陆朋友 受制于自身条件 无法直接到西方民主国家 也想把香港当作跳板 林松指出 近年来港府为了向北京邀功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并且打压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使得香港公平竞争的环境不断丧失 这些都使得香港进一步丧失吸引力 而香港中文大学 蔚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珍 对美国之音表示 香港的去国际化和去西化 不仅为保留原有人才带来难度 对于吸引人才 尤其是大陆的人才 吸引力也是下降的 中国民众表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明白了中共真相 决定退出这个组织 来看他们的声明 许坤良说 本人年少无知时 因为被中共邪恶组织思想所控制的情况下 加入中共诽谤组织共青团 现已明白真相 中共自建政以来 发起政治运动 有意无意 造成无数人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 中共诽谤称为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在中共首都北京使用致命武器 尤其是打抹弹 镇压无数手无寸铁的学生 工人和市民 最后却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35年之后 不仅不赔偿道歉 而且却禁止再提 这种诽谤政党 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必须要给予其不断的打击 追求普世价值 追求人权 力争结束一党专制 建立民主中国 大勇 顺丰 英雄 声名三退说 随着年龄增长 看清了中共真面目 它从头就是靠的欺骗 它是害人的 我们与它不是一伙的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经文 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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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